塔克拉玛干 小河公主则是于20世纪在新疆发现的另一具女性尸体,保存得非常完好,面部的表情都还是栩栩如生的。 根据推测,3800年前的楼兰美女与小河公主可能都是越士人,或者是赛种人。 在匈奴崛起以前,越士是北方草原地区上最厉害的民族。 楼兰人成立了国家之后,便被越士所管辖。 并且在匈奴崛起之后,越士和楼兰都被匈奴所管辖。 那么这两位美女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美貌呢? 众所周知的埃及木乃伊经过特殊处理,迅速脱水,去除内脏,使用香料防腐才能保存千年。 而专家们在小河公主身上没有找到任何人工处理的痕迹。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饮食结构,到底是吃了什么能让他们保持美貌? 史书上记载他们都只吃醋肉,不吃粮食。 但是他们的饮食不仅仅只有肉,最直观的证据就是在这个墓地里面出土了已经被碳化的小麦。 所以这个考古发现完全可以证明,这两位女性生活的地方都是可以耕种粮食的。 那时的天气非常恶劣,风沙太大,太阳辐射也非常厉害。 那么这两位美丽的女人是怎么样使自己的皮肤一直保持完美的呢? 这个谜团一直吸引着所有的人。 考古学家经过努力在楼兰古城发现了两处酿酒池,这说明在当时这个地方就有了成熟的酿酒技术,已经能酿出甘甜的葡萄酒了。 葡萄酒中有很多的有力成分,它可以促进人类身体健康,对皮肤保养也很有好处。 可以说,古楼兰酿造葡萄酒比西方国家早了好几百年。 至此,这两位迷人的女性为何如此美丽的奥秘,便有了解释。 也许正是由于她们经常喝葡萄酒的原因。 另外一个美丽的奥秘就是牛奶。 牛奶可以促进消化,增强体质。 牛奶中的许多成分都对皮肤有好处,具有天然无害的保养效果。 而牛奶中的营养成分也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,能防止皮肤缺少水分,还可以修复皮肤纹路。 牛奶甚至还有清洁肌肤,极量白作用。 由于草原自身的优势,楼兰美女与小和公主当然不会缺少牛奶。 喝牛奶会让人的睡眠质量提高,吃得好,睡得好,当然皮肤也会好。 这当然不是信口开河。 小和公主出土的时候,在许多地方还粘着一层东西。 2014年的时候,证实了这层东西就是奶酪。 可以说,奶酪对小和公主将近四千年的完好保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 小和公主最早于1934年,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罗布博首次发现。 因发现地位于小和遗址而得名。 当年贝格曼在进行了粗略工作后,便因中国时局而无法继续挖掘。 此后66年,再无后继者抵达这里。 小和墓地也在沙漠中失去了踪影。 最终直到2000年,中国探险队才在卫星定位系统帮助下,重新发现了这处墓地。 小和墓地中主要都是船棺,船棺的上半部分被牛皮紧紧包裹,下半部分则是被沙子深深的埋住。 因此,就造成了一种真空的干燥不通风,细菌也无法进入的环境。 这样一来,楼兰美女与小和公主的失身才能千年不服。